《哭泣》 被自己意外打成重伤演技指数 一开始见到张献炳躺在床上时的愣神 但好像眼神没有聚焦 慢慢蹲在他床侧 眼眶开始发红特写 眼眶发红 每间凝聚着一股责怪自己之气 听说了有把子 可就张献炳一命 瞬间抬头 可见忍住的泪光 满眼血丝 鼻头发红绿寒角色 陈长生处子 展现记情景 母子相认演技指数 听到圣后是自己母亲时的震惊 面容过于平静皱眉 拒绝把星图交给圣后 圣后继续劝说 陈长生眼中闪烁泪光之后 圣后恼羞愁怒 昏首打倒成掌声 这时的表情应该有悲伤的情绪 反观成竖 这一段剧演出了一个平凡母亲的深情 又演出了身为圣后的高处不胜寒 刘诗诗角色 麻烦泰若是张小处字 不不精心情景 自己将死之时演技指数 刘诗诗其他场景先不论 就呼吸而言还是合格了吹死之人的气息奄奄 面色平静的像十四爷交代后 是打去谈 会把自己火化掉 说道 会把他们全都忘掉 带着对四爷沉重的爱与念 流下泪 死去调整与角色 欧阳少公出刺 古剑其他情景 自己将死 见到爱人演技指数 先是见到训方 难以窒息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苦笑泪水 从眼角流出 整个人情绪崩溃 倒在绚邦的怀里 自然所有送钱角色 将美丽处刺 美丽的秘密情景 得知自己 并非父母亲生演技指数 看见父母正在争吵 对他想要表达的情绪 一无所知 听到自己并非父母亲生 嘴唇微章 热点糊涂表示 惊讶连连向父母解释 逃离江家 他确实需要认真 管理他的表情了 跑到树下冷静 如果是想表达无错感 李切在楚桥转的哭 希望抱他 希望能有进步吧 第一热巴角色 高文出自 克拉猎人情景 和大妈起了争执 悲情戏中戏 点击指数 眉头一瞥 眼泪当即下来 这里是哭得转不过气 结不清涂拉 到了诉说自己的委屈 低头 泪珠真的是一大颗 一大颗的掉之后 雷鸣冲过来 他又猛一抬头 泪珠还在眼眶里 神色与刚才截然不同 之所以是三颗形 是因为演员形象 与角色形象太贴切 其实一定程度上 会演得更轻松 像赵游田饰演的夜华 就真的是整容般的演技 赵丽颖角色 楚桥心经小六出自 楚桥转情景 好游重见而死 演技指数 身后突然没了声音 回头就看见好友中见 迷茫 愣住抱着好友 说不出话 整个眼眶通红 泪水一涌而住哽咽 落泪 整个戏份一气喝成正爽角色 相邻珠子 不见其谈情景 与方男生分别演技指数 对心爱之人要取得人的失神 细节处理不太好 继续听帮男生讲述责任 担当无心性质与心爱之人别离的伤感对方离去 不舍得泪水 Angela Baby 角色 云歌出自 大汉情缘之云中歌情景 误会心上人有了他人 发生痛哭演技指数 表情很纠结啊 有一道醒目的泪痕 不知道是眼泪还是眼有水 仰头痛哭 但表情也不对下定决心 放弃心上人却又不舍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综艺上大倒咧咧的AB 这剧的妆也是醉了白静婷角色 陆之亚处自 恰致为日情景 一时冲动杀了人演技指数 看着对方倒下 震惊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这滴眼泪真的是说来就来啊 急出了眼泪慌张望像乱成一团的人群 准备逃离现场理性角色 人传出字 楚桥串情景 不愿相信眼泪的背叛 祈求他放过人们演技指数 不愿意相信眼泪背叛的事实 胡笑着逃避事实 直到听见眼泪自己承认 是笑容消失 麻木的倒下 又像是希望嫩牙 从土壤离破土而出 抬头盯着眼泪发了疯似的 求眼泪 最后伸手拉住眼泪的裤脚 彻底放弃公主的尊严 一伤眼泪哥哥 无奈又可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